刘备钻控子的能力有多强 这把真是伤透了孙权的心 我们接上一集视频 赤壁之战后 曹操提同跑路 留下曹人防守荆州和宜昌 哎 这两个地方有文章啊 宜昌是进入四川的东大门 说明曹操想洗完澡换身衣服 再接着打四川继续罢业 同样荆州也是战略要地 是埋在孙权地盘上的一颗钉子 我随时都能顺长江而下打你孙十万一个措手不及 孙权这边也没闲着 周瑜在赤壁之战后就向孙权发信息 说咱们先把曹人赶走 占了整个湖北和湖南 然后再打四川 反正刘丈那小子也不经打 这样我们就能联合西北的马超 来个每位二家一把曹操给加了 这就是我周瑜版的三分天下 您看如何 孙权当然高兴了 这个三分天下等于是其他人都不变 就我孙权变大了 做梦都要孝行 于是乎周瑜继续提兵西进 跟曹人在荆州干了起来 这时的刘备在干嘛呢 他在荆州南边不远的公安帮周瑜看粮草 只能眼睁睁看着周瑜发财 而自己继续帮人家打工 心情肯定不亮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 刘备就真的没有然后了 所以说刘备简直是天选之子 机会说来就来 周瑜在交战中 胸口中了一箭奄奄一息 曹人也被周瑜中箭后 不休病假的卷王精神给折服 双方纷纷退出了荆州战场 回家看老婆孩子 呵呵 眼看荆州甚至是整个湖南湖北都没有能人 刘备开始动心思钻空子了 在电视剧里 刘备就派关羽带五百孝刀手去打长沙 还把长沙打下来了 我们冷静的想一想 这可能吗 长沙哪怕百个流水席 用臭豆腐都要把那五百孝刀手撑死 刘备很聪明 他知道靠自己这点人马去攻城越地 那是开玩笑 所以他搬出了前任湖南湖北画市人 刘备的大儿子 刘夕 你曹操携天子 以令诸侯我学到了 我刘备次一点也没关系 我携刘夕以令湖南湖北总问题不大吧 毕竟他爹刘备可是大汉王朝亲定的地方老大 什么 天子又疯了心的湖南湖北画市人 我不听我不听 那是天子被曹操强迫的 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想法 可现在是去拿湖南还是拿湖北呢 如果拿了湖北后 前有曹操后有孙权 自己又成了加薪饼干不好不好 干脆拿湖南吧 估计等我拿完湖南 湖北也会被孙权占了 这样有孙权在前面挡着我还能多够几年 计策已定 那就出发吧 刘备就打着刘奇的旗帜光速南下 长沙 琛州 永州 常德四郡老大 在刘奇举办的刘表追思会上 纷纷表示继续投靠刘奇再创辉煌 再没多久 刘备的天选只字光环再次爆发 刘奇眼一闭腿一蹬 见自己爸爸去了 刘备就顺理成章的接受了刘奇的事业 成了湖南之主 你说现在谁最弃 肯定是孙权最弃啊 明明为了赶跑曹操 我是出功又出力 关键到了现在摘桃子的时候 你刘备闷声发大财 抢走了一半地盘 还把刘奇推到台前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反对 我一反对就成了人人喊打的汉贼 哎呦真是气得冒烟 这时在孙刘两家中 孙权在军事上还是占据主动的 他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卷王周瑜的建议 他那个建商估计发言了控制不住 于是在临死前写信给孙权 说无论如何得把刘备干掉 留着他如同留一条猛虎 而不是你对抗曹操的看门狗 干掉刘备拿下湖南湖北 然后继续拿下四川 你这个位子才坐得稳 才能抵抗曹操甚至一统天下 可惜我要挂了看不到那一天 我现在连开席的日子都选好了 以后有事烧纸 就将白白 另一条建议是鲁肃给的 他比较保守 就说一定得留着刘备 让他在湖南湖北待着对抗曹操 那里以后肯定是战场绞肉机 天天打的稀烂 让他待着不亏 孙权就问鲁肃 留着他也可以 但是刘备如果瞒着我打下四川 那他就不是我的打工仔 而是对手了 鲁肃回答 他打不打四川 你问问他啥 好吗 孙权就真的去问刘备 刘备这下演技再次大爆发 拍着胸扑说 我绝不会打四川 四川的刘张 那是我兄弟啊 你孙十万以后再提这个事 你就找个农家乐 把我安置下岗吧 然后十分气愤的摔门而出 刘备这一顿骚操作 谁敢不信 于是乎 在鲁肃的建议下 孙权就把整个湖南湖北 让给了刘备 赤壁之战不仅没捞到好处 还白白搭上了周瑜的性命 等于打了个季末 后面刘备又如何取得四川 请静待下级 就将 就将其他人乱点 就将其他人乱点 请静待下纫 就将其他人乱点